德牧为什么会跌下神坛 以前德牧被称为工作犬之王 曾经井犬军犬用的最多的就是德国牧羊犬 当时的德牧被称为工作犬之王 几乎是全能的犬走 智商也非常高 但是现在咱们回过头看看 大多数的军犬井犬都被马犬所取代 很多人说德牧是退化了 变老实了也变得不凶猛了 真实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呢 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 早期的德牧的确是非常优秀 战斗力非常彪悍 扑仰那是非常凶猛的 但是现在的德牧已经宠物化 这是因为德牧他走向了另外的一个极端 追求所谓的外观 所谓的模特步飞步 所谓的大背线 病态的审美之下导致德牧 他髋关节非常容易出问题 在模特的筛选制度之下 性格强势的德牧很多退出了 繁殖序列导致留下来的德牧 性格往往变得比较老实 战斗力比较一般